幸福的滋味 自己体会 一位女作家为了体验生活 积累写作素材 从城里来到一个近乎原始的小山村 和山村里的人同吃同住 过了半年高耕火种 如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那段时间 给女作家震撼最深的是 山里人的淳朴和无知 每当看到山村人 还把月亮当作月神 敬奉的时候 每当小孩子们 把女作家手中的数码相机 当夕阳警看的时候 女作家内心就会浮起一股 莫名的悲哀 但后来女作家发现 其实山村人的日子 过得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糟糕 他们过得充实而快乐 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就像一只在杂草里找虫子的鸡 忙忙碌碌 却又显得悠悠闲闲 这种安详的生活 是许多念着采菊东篱下 悠然建南山的城里人 所艳羡不已的 但毕竟过惯了城市生活 在山村里住了一段时间 女作家便开始怀念热闹的城市了 在女作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山村里的人像看露天电影一样 聚在了一个晒谷屏上 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欢送晚会 晚会没有固定的程序 除了山村里自酿的米酒 还有几样用来招待客人的野味 大家聚在一起唱啊笑啊 叽叽喳喳说一些祝福的话 最后山村里一位年过九旬的 老奶奶站起身来 颤巍巍地握着女作家的手说 我的苦命的娃啊 你这一次回去后 就别再四处乱跑了 找个好人家 嫁了吧 老奶奶边说边抹了一把眼角 一个女人家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你奶奶我这辈子总算知足了 从没像你这样生活呀 从小到大 我这双小脚可连村门都没有出过几回呢 说这话时 老奶奶勾个纵横的脸上 溢满了一脸的幸福 听了老奶奶发自肺腑的话 女作家哭笑不得 继而又恍然大悟 一直以为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小山村 是一种悲哀 没想到 在他们的眼里 自己这个流浪的女人 倒成了另一种悲哀 不过所站的角度不同罢了 到底谁幸福 而谁又不幸福呢 女作家终于发现 其实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 它无关物质的风雨和贫穷 绝食的渊博和浅显 套用一个老掉牙的比方 幸福好比穿新鞋 代表华丽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否真的感觉它适合你 对于你来说 活得真实才是幸福 心灵感悟 幸福是一种感觉 它来自于一个人的那些深处 许多时候 幸福其实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底 只是常常被人们忽略 如果始终以一颗感恩的心 来细心地感受我们的生活与工作 我们必定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 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些美好 其实就是一种幸福 虽然工作中我们难免遭遇挫折与失忆 反而换个角度 不幸中亦有甘甜 困难的工作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新的任务拓展了我们的才能 与同事合作培养了我们的人格 与其他人的交流训练了我们的品性 无疑 这一切都像薪水一样有价值 都是在为我们的幸福生活 枯路搭桥 专真心理 我的一个朋友老赵爱好收藏古董 简直着了迷啊 前些天他气鼓鼓地对我说 他家的保姆在给古董除尘时 失手把一件最值钱的师徒瓷瓶给摔坏了 真是邪门啊 哪件都没摔坏 就摔最值钱的 他说保姆几年来与他们家相处得很好 不可能实惠 最可气的是 这个瓷瓶刚买来的时候 他就对保姆说 这是家中最值钱的一件古董 擦拭时一定要小心 日后怕他重视不够 又多次提醒他 千万要小心 别摔坏了 可不愉快的事情偏偏发生了 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给小小的冯一针穿线的时候 你越是全神贯注的努力 显越不容易穿进去 这种现象科学上称为目的颤抖 俗称穿真心理 就是目的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成功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先见 有一个姓张的杂技演员 叫灯大纲 已有多年 可谓驾轻就熟 因为年龄偏大 他决定改行 在告别舞台的那天晚上 他把亲戚朋友都请来观看 然而 正当人们为他精湛的演技喝彩时 他却失手了 一一脚登天 偌大的磁缸重重地砸在鼻梁上 他当场昏了过去 事后有人问他 凭你的技术怎么会出如此意外 他说 那天心里总是想 这是自己杂技生涯的最后一场演出 而且请了这么多的亲戚朋友捧场 一定要表演得很出色 千万不能出错 谁知道一走神就出事了 从表面上看 失手是偶然的 其实却有必然性 因为人都有这样的特点 当对某件事情过于重视时 心情便会紧张起来 而心情一紧张 往往就会出现心跳加快 精力分散 呼吸急促 动作失调等不良反应 很多人在人生的关口 失手的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心里过于紧张和焦虑 因此对任何事都怀有一颗平常心 做事反而容易成功 心灵感悟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要想战胜自己 就要怀有一颗平常心 学会淡定 你人生是贫穷还是富有 是黑白还是彩色 都在于你自己 如果你能接受自己所有的缺憾 接受这份不完整的生命赐予 那么你就能更快乐地活着 对于生命的苦难 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谁的错 你总去看他人的优越面 心中的怨恨就预证 接受自己 接受现实 相信我已富有 亦已完美 生命将无憾 是什么束缚了人类 乡下的堂哥 送来两只活鸡 因为一时半会儿 没工夫杀了吃 又怕他们跑了 我就想暂时把他们拴在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上 正在寻思着拴那合适 堂哥说 看我的 只见他用一根绳子的两头 分别系在一只鸡的左脚和另一只鸡的右腿上 这样他们既不能活动 又逃不了 再看那两只鸡 一个往右奔 一个往左睁 忙得不易悦乎 可惜都还是在原地绕圈圈 这办法果然灵 其实 如果两只鸡能够相互配合 步调一致的话 它们是可以轻易地逃走的 看来 束缚住它们的并不是那根绳子 而是它们的不团结 人们知道利用鸡的这种致命的弱点 但是人们自己却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 譬如一些技术尖子业务骨干 分开独立工作时 每个人都是好手 可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合作 却并没有做出与实力相符的成绩来 原因是它们彼此不服气 或是自视清高 不屑于配合别人 或是怕便宜了合作伙伴 故意不把自己的本事全拿出来 据说在非洲大陆上有一种甜瓜 它的滋味十分迎合土屯的口味 是土屯的最爱 然而土屯并不是吃了甜瓜之后 拍拍屁股就走 它把自己吃了甜瓜后拉下了粪便 用泥土埋起来 因为粪便中的有胃消化的甜瓜籽 土屯就这样种下了很多甜瓜 那些种子有土也有肥 来年便结出更多的甜瓜 土屯于是就有了更多的食物 土屯和甜瓜互利互惠 彼此都得以繁衍生息下去 螃蟹在陆地上也可以生存 但离开水时间不能太久 所以它们就一路不停地吐泡沫 来沾湿自己和同伴 一只螃蟹吐出的泡沫 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掩盖起来 几只螃蟹一起吐 那些泡沫连接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大泡沫 螃蟹们也就营造了一个 富含水分 且能容纳它们的空间 彼此都争取到了生存的机会 束缚我们人类的 并不是外界的客观因素 而是我们自己那颗 不肯与人方便的心 作者杨树培 心灵感悟 心就是一个人的翅膀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 即使给你一片大海 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 在一个没有勇气的人眼中 任何挫折都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你真的能够勇往直前 将你的心跳过标杆 你的身体就一定能跨越过去 遇到难题时 我们要先从心理上打败它 认定自己必胜无疑 只有具备这种无比信心的人 才能越过人生的标杆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如果一个人 丝毫不存在突破前人的气魄 那他的心只会 有余现有的视野 不能立在更高更新更齐的角度去观察 成功意味着超越平庸 而要冲出平均的束缚 就必须具备突破现状的勇气 不愿意就会少防少脑 我们经常抱怨 抱怨自己被忽视 抱怨赚的钱太少 抱怨生活的艰辛 抱怨过后 我们开始得过且过 随波逐流 最终变得碌碌无为 其实整天抱怨的人 是最应该深刻反思的人 我们应该仔细地思考一下 在短暂的一生中 自己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只有自己 整天都在不满和抱怨之中 饱受痛苦 而其他人却过得很快乐 不要为眼前的得失而抓狂 当一个人 一个地区只顾着眼前利益的时候 它将最终导致人生和事业的失败 《易经》中有一句话叫 动意得救 就是说 只要你选择做事情 就会有得失 如果你知道 每一次失去的背后 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有更多的考验 生命中 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需要你去做 你就不再会为眼前失去的东西 感到痛苦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理解 什么叫得到 什么叫失去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需要你一辈子的努力 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得到的 作为一个员工 如果拿的是计时工资 你工作两小时 即可拿到两小时的工资 但是生活不是这样的 生活中得到与失去 是一个大循环的过程 不是现金交易 而是一辈子的交易 比如说 我们两人之间的交情很深 一辈子虽然没有金钱的交往 但是最后你得到了我的信任 我得到了你的信任 我们两人互相之间的信任 可能就变成了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世界上很多人看不清这样的道理 他们会过分的贪求 过分的想要去获得眼前的利益 结果 过分的贪求变成失去一切的原因 贪官 贪伤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罚网 即使没有被抓起来 睡觉也会出冷汗 周正义被抓住以后 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总算被抓住了 这样我睡觉 可以睡得安稳一点了 因为他在被抓以前 睡觉都是不得安宁的 天天做着热梦 就从床上跳起来了 即使他不被抓起来 最后也可能会犯心脏病死去 只顾眼前的利益 一定会直接导致 人生和事业的失败 中国由于过去太贫困 所以来了一点点商业机会以后 很多人就会只顾眼前利益 而不顾将来 中国很多人开饭馆 做生意 都卖假货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赚钱的最佳方法 但这样的人到最后失败的多 成功的少 因为成功是以信仪为基础的 而信仪是建立在人们长久的观察之上的 当人们第一次发现不对头 第二次就不会买了 当时中俄边冒红火的时候 中国人把一辆火车皮的各种杂货拉过去 俄罗斯人不检查就收了下来 因为尽管那是旧货 但是他们知道那是真的货物 但是后来中俄边冒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俄罗斯人特别喜欢买中国的羽绒服 而很多中国人为了赚钱 做羽绒服时就把稻草 鸡毛塞进去了 俄罗斯人发现上当以后 中俄边冒的比例开始从直线下降 你现在常常会听说 中国的商人在俄罗斯 常被俄罗斯人打 被俄罗斯人欺负 其根本的原因并不是俄罗斯人本来就想欺负中国人 而是因为俄罗斯人被中国商人骗了 最后就切怒于所有的中国人 当俄罗斯人被一个中国人骗了以后 他一定会相信100个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群体效应 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山东有一个蕨菜生产基地 向日本出口蕨菜成了那个地区唯一的经济来源 日本人要求把蕨菜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以后 打包运到日本去 由于放在太阳下面晒干 需要两天时间 很多老百姓等不及 就把蕨菜收回家以后 开始用锅烘烤 烘烤以后表面上是干的 但是日本人发现用水泡不开了 日本人就警告这个地区的人 千万不要用锅炒 一定要放在太阳底下晒 大部分老百姓遵守了这个游戏规则 放在太阳底下晒 但是游戏规则并不是说 有大部分人遵守就能够维持下去的 一定要所有的人都遵守 游戏规则才能成立 有一家老百姓违反 就破坏了所有的游戏规则 仍然有几家老百姓 把蕨菜偷偷地放在锅里炒 日本人发现以后 在一天之内断绝了 跟这个地区的全部蕨菜交易 这个地区一夜之间 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 现在老百姓依然在贫控中挣扎 因为他们的蕨菜卖不出去了 日本人下决心决不到这个地区收购任何决菜 你可以想象 当一个人一个地区只顾着眼前利益的时候 它将最终导致人生和事业的失败 但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实际上正在这么做 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直到最后失败了 才回过头来找原因 而且通常是把原因找到别人身上 能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很少很少 当然有时候在生活中我们失去一些东西不一定是坏事 比如说你失业了才知道生活有多么艰难 你失恋了才知道感情的成熟是多么重要 有这样一句歌词 因为我得不到你 所以我把你珍藏在心里 大家知道 世界上有一种现象 得到的东西就不再是自己的东西 我们身边拥有着很多的幸福和快乐 拥有着美好的家庭 但是我们却熟视无睹 我们不尊重我们的爱人 不尊重我们身边的同事 不尊重我们所得到的工作机会 最后失去了才发现 我怎么原来不知道这些东西是那么珍贵呀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实施处在德语师的选择之中 比如说你选择恋爱 就是选择快乐 同时你也在选择失恋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一辈子都恋爱成功 像钱中书和杨将那样的爱情故事 在全中国找不到几个 因此当你选择快乐的时候 你同时也在选择痛苦 有很多事情是很难两全其美的 我到北戴河去写报告的时候 到了孟江女庙 服务员就说 收入箱许个愿吧 我就给自己许了一个愿 后来发现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 我给自己许的愿望是 愿自己的存在 自己的消失 自己的活动 以及自己的不活动 给所有我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和幸福 这个愿望实际上实现不了 因为我的存在本身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痛苦 当然我的存在也造成了一些人的快乐 我的消失本身没法使所有人快乐 至少我的母亲会为我悲伤 老婆孩子会为我悲伤 因此这样的愿望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一种对生命完美的向往而已 《易经》中有一句话叫 动意得救 就是说 只要你选择做事情 就会有得失 动意得救 并不是说你动了 就会被人指责 它真正的含义是 你动了就会犯错误 就会冒险 根据《易经》中的另外一句话 天行见 君子当自强不息 动意得救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 选择动 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生的困境 解决日常的困难 在动的过程中 我们在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 丰富我们的心灵 锻炼我们的意志 最后使我们变成一个 有着坚强意志 坚定不一个性 对未来有着美好向往的人 所以得到与失去 永远是一个前臂的两面 你得到了前臂的正面 就失去了它的反面 你看到了它的反面 不可能同时看到正面 要用正确的心态 辩证的 对待生活中的得失 我有一个向前走的比喻 在我们前面有一瓶水 因为它是个好东西 每个人都想得到它 为了能够得到这瓶水 我拼命地向前跑 结果在我快要抓住这瓶水之前 水被别人拿走了 但是不能因为别人拿走这瓶水 我就不向前走 我一定还要继续向前走 这个时候 我会发现前面还有一篮子鲜花 在等着我 当然 我走到鲜花面前时 可能它又被人拿走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依然不能绝望 我知道失去了鲜花 但是未来 还有东西在等着我 我再向前走 走得更远 就看到那台笔记本电脑 在等着我 而它的价值 可能比鲜花还要高 如果笔记本电脑 我没有拿到手 我还要继续向前走 也许我心爱的人 就在那里等我 当你用这种心态 来对待生活中的得失的时候 你知道失去的背后 还可以得到其他东西 即使你最后什么东西也没得到 你也知道 自己在追求的过程中 得到了生命的丰富 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你就永远不会失落 就永远不会失望 用我个人的事情说 大家就明白了 我高考三年才考上大学 第一年我的最高目标是江苏省 长熟地区的师范学院 没考上 第二年我的目标还是江苏省 长熟地区师范学院 但是还是没考上 我坚定不移的考了第三年 结果进了北大 后来我就明白了 前两年之所以没有考上 是因为明年之中 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我 这是命运之神的安排 如果第二年我放弃了 那现在一定还在农村种地 我进了北大以后 没有做出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北大六年没谈恋爱 还得了肺结核 在北大教书 什么成功也没有 最后还被北大加了个 一级行政机构处分 接着联系美国学校 三年半 没有一个美国大学给我奖学金 我觉得老天对我是如此的不公正 我这个人很不错 为什么让我受如此之多的苦难和绝望 但是后来我发现 之所以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之所以最后去不了美国 是因为明年之中 有一个新东方学校在等着我 也许新东方明天就没有了 也许新东方最后消失了 但是我想 新东方精神不会消失 我的那种不断在失去中 前进的动力不会消失 只要我余敏何物还在 只要我的这种心灵还在 只要我自己想做事情的勇气还在 我相信 我们就一定能够重建另外一个新东方 或者改名叫 新西方也未尝不可 只要有这种感觉 我们就能够创造更大的事业 如果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失业了 我们还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再创造一个辉煌 如果我们不再办学了 我们可以再去办一个新东方杂货店 说不定最后就变成了像沃尔玛那样的全世界最大的远锁店 关键是你要有那颗心去做那个事 而不要为眼前的得失而抓狂 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 知道每一次失去的背后 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有更多的考验 生命中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你就不会再为眼前失去的东西感到痛苦了 作者与你疼心灵感悟 人生必须背负重担 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稳稳地走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是那个走得最远的人 人生之路一番风顺者少 曲折坎坷者多 成功是由无数次的挫折堆积而成的 但挫折和失败对人毕竟是一种负性刺激 总会使人不愉快 沮丧 自卑 因此如何面对挫折 如何自我解脱 就成为战胜脆弱 走向成功的关键 再次